这是铁木针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一战 彻底称霸了东部草原的他 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强敌奶蛮部 太阳汗收留了他的宿敌 就等于是对他宣战 铁木针联合义父王汗 一共四万人马 共同征讨奶蛮部 第一战就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可王汗仗下的一些自己人 却不愿看着铁木针 如此顺利的称霸草原 此人便是与铁木针三次结败 却因嫉妒他的成功而反目成仇 最终被打败的杂木合 这次铁木针与王汗联手 若是成功 草原上就没什么敌人了 杂木合不愿看着宿敌一家独大 果断出手挑拨离间 铁木针已经派人与太阳汗来往勾结了 不对 铁木针不会干这种事 他会 乃蛮部是你相邻的宿敌 铁木针隔着柯烈部远征 战胜了太阳汗 得力的是你 铁木针与乃蛮部不相邻 没什么根本上的利益冲突 因此此次出兵打乃蛮都是假 暗中联合乃蛮部 灭掉王汗的柯烈部才是真 富汗 扎木合说的可不是没有道理 一番话说的有鼻子有眼 可王汗与铁木针毕竟是实在亲戚 双方也合作了这么多年 更别说单论人情 铁木针比扎木合强多了 看样子挑拨离间是失败了 扎木合却不慌不忙 临出门前又扔出个重磅炸弹 他扎木合已经无路可走 只能依附在王汗帐下 可铁木针却语意丰满 时时刻刻在虎视眈眈 这两人之间该听谁的话 难道还不清楚吗 扎木合的荣辱村王全靠您王汗了 而铁木针要称霸草原的头一个障碍就是您 您好好想一想您到底应该相信谁 最后的这句话彻底让王汗为难了 说到底 他与铁木针的交情都来自于铁木针的父亲 现在也素该已经去世这么久 他也有些摸不准铁木针的想法 思来想去干脆两边都不得罪 第二天一早铁木针按照计划率军冲锋 却发现克列部已经人去楼空 只有日夜不停的篝火迷惑着他们 铁木针第一次征讨奶蛮部就这样草草收场 见对方无故撤退 奶蛮部决定柿子挑软的捏 放着铁木针不管朝克列部撤退的方向追了上去 对方无故撤退的方向追了